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川普见普京自己加戏 语法用错 显量任内最大危机 川普当选总统后 他在美国国内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竟然是他和俄罗斯总统见记者时 用错了一个语法 川普周二下午在记者会上说 他当时用错了一个双重否定的句子 所以让他想表达和说出话来的意思完全相反 他愿借此机会给予澄清 他本意是想说 他看不到任何理由 为什么俄罗斯对干扰美国大选不负责任 而当时和普京的记者见面会上 他错误的说成了 他看不到任何理由 为什么俄罗斯对干扰美国大选负责任 在记者会上 川普对自己此次欧洲之行 大家肯定 也对美国情报系统的工作给予高度认可 不过周二一早 他就在推特上发表了对批评者的蔑视 他写道 虽然我与北约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会谈 筹集了大量的军费 我还和俄罗斯的普京进行了更好的会面 可悲的是 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些 反而是假新闻在疯狂传播 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前 美国总统川普就预言 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 美国国内肯定是一顿讨伐声 指责他的不是 果不其然真的是一片指责声 而且党内党外指责批评声望之高 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此番指责主要就是因为川普与普京会晤时 那句双重否定的错误表达引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原本对川普忠心耿耿的几位支持者 最初都公开谴责川普在联合记者会上的表现 这让白宫幕僚们在美俄元首高峰会议落幕的隔日 纳闷着川普将如何处理心中积怨 就连川普重要盟友前任众议院议长金瑞契 都在推特上发文指出 川普在记者会上的发言 堪称川普就任以来最严重的错误 《黄盛顿邮报》更是指出 川普无视顾问与官员建议 完全未按计划进行 川普与普京昨天在芬兰举行峰会 会后记者会上 川普多次被问及 俄罗斯被控干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他公开挑战美国情报单位 认定俄罗斯介入的结论 就是不愿谴责俄罗斯 川普选择相信普京 引来美国两党议员与媒体的强力抨击 连向来挺他的福斯新闻网也有所批评 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华盛顿邮报》透露 官员曾在会前向川普提供约100页的简报 希望川普能对普京采取强硬态度 但川普完全几乎完全无视 严重背离原有计划 另一名参与准备工作的知情人士也指出 川普身边每个人都敦促他要对普京采取坚定立场 顾问也提供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到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资料 但川普决定照自己的方式登场前再做决定 行政官员表示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国务卿蓬佩奥都希望川普能对普京采取强硬立场 据世界日报报道 一名资深白宫官员对川普单方面采取决定的说法提出异议 他表示除了简报外 川普与资深官员针对这场峰会举行过多次会议 报道指出当川普抵达苏格兰高尔夫球场 川普可能不会照脚本走的迹象开始显现 川普在苏格兰度完周末后转往芬兰赫尔辛基与普京会晤 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整个周末都在咆哮 美国司法部在13日对12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提出控诉 指控他们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 川普认为在峰会前发布起诉书对他带来政治伤害 不过一名资深白宫官员表示 川普赞同在峰会前公布起诉书 以便让他可以私下向普京提起这个议题 川普也很清楚表达 和稍早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袖在布鲁塞尔会晤相比 他对于能和普京会谈更感兴奋 白宫官员指出川普也很喜爱和金正恩的峰会 他认为他可以和这些人坐下来恭维他们并取得协议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记者会才刚结束时 川普总统的心情根据身边幕僚形容是非常乐观愉快的 然而等到川普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敌反国门之际 因为看到排山倒海般的批评舆论 直指他对普京的卑躬屈膝 心情却已经变得坏透了 在前任总统小布什任内担任司法部长的穆卡塞则认为 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主要用意在于警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让他了解俄方实力雄厚 并非暗住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穆卡塞16日晚间投书《华尔街日报》写道 普京可能压根没有想到川普竟然会当选 俄方插手2016年大选其实只是要警告希拉里 让他明白俄罗斯已经掌握他遭到骇客入侵的个人电邮的资料 他指出希拉里并未向调查人员交出的电邮 共计大约有3万封 他的理由是这些属于私人邮件 内容多为瑜伽课程 女儿Chelsea婚礼等生活琐事 但如果这些未交出的电邮当中 其实还有爆炸性讯息 例如有关克林顿基金会募捐事宜等 一旦他赢得了总统选举 就意味着新任总统将在俄罗斯 挂在手中的一把利剑音直下就直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